欢迎回到分访谈 双西部落实地保护区 除了各地的各种的动物之外 每年到这个地方 还迎来了一群海外访客候鸟 双西部落实地保护区 就是在东亚澳大利亚的千禧线 是候鸟长途飞行当中 一个特别钟爱的歇息地点 是的 生长在千里之外的候鸟 为什么会选到 双西部落实地保护区 这一带七夕还有密室呢 马上来问问这位嘉宾 国家公园局双西部落 实地保护区的经理李作为 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欢迎欢迎 好 我们刚才讲到说 在双西部落实地 可以看到很多的候鸟 大概包括哪一些种类 双西部落大概是有 大概120多种的千禧鸟类 那在现在这个时间 大概比较常看到的 就有大白鹿 小白鹿 红角鹿 中小鹿 等这些鸟类 红角鹿 其实在双西部落 其实蛮常见的 对吧 对 红角鹿是 我们双西部落保护区 是最 数量最多的一种鸟 所以每年 它都会来到双西部落 像比方说 我们画面上看到 就是红角鹿吧 对 是的 他们这个习性和特色 为什么会那么特别呢 会来这个地方 这个红角鹿呢 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嘴巴和腿都是红色的 那当然 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它特别的忠实可靠 就是它每一年 都会回到这个地方 来进行 跃动 对 一定会来到新加坡这个地方 对 它是这个鸟类研究中 其中最忠诚的一种鸟类 我想这个千禧之土 我们大伙会再碰到这个点上 但是我知道 在我们的双西部落呢 也有看到另外一种鸟 比较小型一些 但是就是我们所谓的中韶玉 对 中韶玉呢 就是其实 还是 就是说 双西部落比较常见的一种鸟 它的体型呢 就是相对来说 是比这红角玉 稍微大一点点 其实 对 但是因为它的颜色 看起来就比较 跟这个环境 比较能够融入 比较能看到 是吧 对 就是这个 中韶玉呢 它本身就是一种 中色 中黄色 灰灰的 所以呢 就跟那个泥土的颜色 还是蛮接近的 这个就是 横韵玉蛮特别的一个特征 它们就是能够常在 就跟那个泥土的颜色 相似 所以就看不到它 我们讲一般的门外汉 可能还真的完全分不出来 你们怎么样去追踪 它本身的行踪 还有每一只鸟类 它迁徙的方向 对 这个我们研究它的过程中 会使用一些仪器 比如说单头望远镜 双头望远镜 所以观测会比较仔细一点 然后呢 在研究它的过程中呢 这些年 我们就说开始使用了 这个卫星追踪 对 怎么样 在它们身上就是刚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 是有标签的 对 我们这个在研究这个鸟类的过程中呢 就是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在它有一个铁环 这个铁环其实很小 重量很小 那上面有一个数字 那就是这个鸟的这个身份证 然后呢 这些年我们就使用了这个上绿下白的彩标 然后并且在彩标上有字母 这样呢 就是公众呢 也可以看到这些鸟 对 然后这些年我们就开始使用这个卫星追踪 然后在它身上 就是佩戴一个卫星追踪仪 这样 也就是说它在全球的定位 你都有办法看得到它的行踪吗 对 所以如果就是说这个鸟它去到了俄罗斯 那我们就知道它在俄罗斯 对 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画面 在画面上面呢 我们会看到的就是这个鸟儿呢 它们整个迁徙的路线 是 它们到底是从哪里去到哪里 然后为什么中间要经过新加坡 对 就是新加坡呢 其实就是有很广阔的探图了 我们先看看红角域吧 好的 所以我们看看红角域的这个迁徙档案 对 这红角域它蛮神奇的 它呢就是在这个青藏高原跃动 不是对不起啊 在青藏高原繁殖 那它在这个迁徙过程中呢 它要翻越喜马拉雅山 这个是蛮神奇的 就是这个如果 人如果要翻越喜马拉雅山 要经过长期专业的培训 这个鸟呢 缺氧啊 对 然后这个红角域的它的这个迁徙 真的是蛮难得的 需要大概多长的时间呢 它在这个去到这个繁殖地之前呢 从新加坡离开 它会在中途呢 做一个停歇 从这个鸟本身呢 就是这一只鸟呢 它就在缅甸 进行了一个短暂的停留 然后呢才去到这个 位于青藏高原的繁殖地 哇 大概141天都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几乎是一年当中 就超过一半了 一半呢 都在飞耶 都在飞耶 对 它是就是在这个 通过一个飞行到达青藏高原 那青藏高原这一段时间 它主要是寻找配偶啊 繁殖啊 繁殖的那个过程 对对对 所以蜜食还是在一个暖一点的地区 比较多一点食材吧 对 当时这个 在他们到了青藏高原之后 青藏高原正好属于夏天 非常充足的食物 然后这个日照时间也比较长 所以大量的昆虫 所以可以配合他们的席心 主要是这个幼鸟 幼鸟它在这个 它需要就在一个月之内 从生下来到千夕 几千甚至上万公里 所以它需要这个大量的食物 在短时间之内迅速成长 所以这些地区就是大量的 我们也看看另外一种鸟吧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中韶鱼呢 它们的迁徙路线 也是相当的壮观 我们看这个图表 然后请大卫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好的 那这个中韶鱼 它这一只鸟呢 就是特别的地方呢 它在迁徙过程中呢 就先到了这个福建 然后呢 之后呢 它就到达了这个朝鲜的海岸 朝鲜大家知道是一个神秘国度 很多新加坡人都没有去过 结果呢 这只中韶鱼已经年复一年的 访问这个地方 它就对被吸阿了 而且它已经这样子 走了多少轮了 对 它这一只鸟 当时我们是去年捕捉的 当然这之前是一个成鸟 但是我们具体不知道它的具体年龄 但是相信已经很多次了 对 它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这个繁殖 整个这个期间呢 它从离开新加坡到回来 大概是160多天 然后飞行了16000多公里 天哪 这怎么飞啊 而且他们去过很多 我们没去过的地方 而且不用护照 就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为什么他们会一直选择 来到双西部落 对他们来讲 吸引力到底是什么 吸引力主要是做 这里的这个生态环境 鸟喂食而亡嘛 没有吃的 它肯定就不能生存下去 也不会继续留在这个地方 那双西部落 周围的地区 比如说这个万里湿地 万里滩涂 它就为这个鸟里 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这种食物呢 是叫底漆生物 底漆生物呢 它就是在这个泥滩里边 就贝壳类啊 这个沙虫啊 还有小螃蟹啊 这些呢 都是这些 横鱼类鸟类的 后鸟的一些食物 对 主要食物 然后这边有个生态 它有的吃 然后有的休息 然后还可以做长途飞行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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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要前往这个双溪部落实地保护区浏览的话呢 有很多的注意事项 大家可以先到国家公园局的网站去了解详情 是 当然也不要忘了浏览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以及时程时事的网页跟面部来收看我们的网络视频 是的 时程有约 我们与您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